有一些亲们想看一下我拆视频的后续 天天稍稍的放一下 看到这些东西突然觉得我是现在土耳其最富有的仔 太开心了 如果不是能从国内发来一些吃的 我觉得我的世界是灰色的 还好还好 爽爆了 看看这个箱子开出来了多少东西 哈喽 哈喽 我是我的皮卡丘 你喜不喜欢 喜欢 娜娜的皮卡丘买回来就开始抱着不时的松开了 我来把这些东西整理一下了 耶 我是小公主 耶 你是小公主呀 耶 我是小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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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真的可以姐姐 贝比喝水难的问题 你看 已经喝到第二杯了 她爸爸刚给她安好 娜娜 你在喝什么呀 我在喝满意的 你看我姐 好看 你看 哎呦 这个太好用了 姐姐娃娃喝水难的问题 看着吧 看着她给你喝水 迷之微笑啊 周末 没事干 一家人又是出来曝晒晒太阳的一天 满头大汗哦 老公在等她的朋友也是一个客户中 现在约到这个冰淇淋店了 开娜娜身上出的汗哦 刚才去海边看一个表演秀 我的妈呀 那天气 那紫外相 真的是再玩一会儿 我觉得我直接都晒成黑一探了 我老公说带我们看一个表演 我以为是室内的 结果是室外的 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哈哈 在这儿吃个饭 今天晒了一天 老哥说别做饭了 在这儿吃一个 在这儿吃一个 这是阿畔餐厅 给你了 都是做点吃的 看你身上吃的 哎呀 不好吃吧 好吃 给你吧 以后不能跟他老师一块儿出去了 跟他老师每次推荐的地方 我的妈呀都是要命啊 我感觉我正说 晒黑了 瞬间秒黑 妈妈现在也喜欢开始煮串 这串卤的过瘾吧 手抓饭 给你看 还是喜欢那个饼 吃完饭回到家 然后是看到群里边有华人卖荔枝的 赶紧满怀希望的买了一盒荔枝 自从从国内出来之后 荔枝已经再也没有吃过了 掐指一算 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了 荔枝送过来 我真的是感动的泪流满面呢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看看荔枝有没有 哎呦 瞬间想要泪奔呢 打开包装盒 我直接原地愣了五分钟 真的亲们毫不夸张的 因为我想吃荔枝想了太久了 满怀希望的去订了这个荔枝 结果大家一看 全都是涨毛的呀 而且这还是高价的荔枝 只和人民币一颗四块多呀 当我下单的时候 我的心都在滴血呀 因为这真的是高价天价呀 但是奈何不住我这个吃货这张嘴呀 其实我觉得我赚的钱 全部都花在这张嘴上了 衣服可以穿一二十块钱的衣服 但是如果不让我吃 我真的会疯溃的 结果大失所望啊 我要联系一下 能退款的时候还是退款吧 哎呀 我的荔枝梦破碎了 心一下子碎成饺子馅似的了 娜娜排队终于到她了 是三个小的 生日便在這裡 思念的一天又是一个愉快的周末 好了这期的视频分享到这里啦 我是小清关注我下期见吧